到五楼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 阿璐 皮卡丘 OK今天呢 我要来挑战都市传说来 OK今天都市传说来也就是通往地狱的电梯 其实这个挑战我想很久到底要不要拍了 因为我个人 我个人很怕啦 可是为了你们 我尝试一下 然后在做这个都市传说之前呢 它是有规则的 OK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游戏规则是怎么玩啊 OK首先呢你要找一个有10层楼这么高的一栋楼 然后必须一个人搭电梯才能成功 再来搭电梯到4楼 2楼 6楼 10楼 如果途中有人进来就代表失败 然后到了10楼的话 千万不要出去 然后再把电梯按到5楼 到了5楼 会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 在那个时候你不可以跟她说话 也不可以跟她聊天 然后再按到1楼 到了1楼 不可以出去 再把电梯按到10楼 如果电梯停在其他楼层的话 就代表这个实验算是失败了 同时你也放弃回来人世的机会 如果最后 到了10楼 的话 也就代表成功了 这个都市传说的步骤 虽然会虽然真的很多啦 要去到很多楼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恐怖 但是为了你们 我一定要坚强 一定要勇敢 去挑战 哈哈哈 OK 所以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去电梯吧 Let's go OK 大家 所以现在我已经到电梯了 所以我现在要 按电梯 有点可怕 OK 首先我们先按到4楼 然后 等下我们要按2楼 一下我们要按2楼 有点害怕 现在差不多到4楼了 希望 希望 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啦 OK 4楼没有人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到6楼 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到6楼 OK 所以接下来是到2楼 我现在心里面有点怕 OK 幸好没有人 所以现在接下来是到10楼 OK 所以现在接下来是到5楼 如果5楼有一个女子进来的话 不可以跟她讲话 对 到5楼了 OK 所以现在最后是到10楼 然后就结束了 大家 OK 刚刚到10楼 没有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结束我们的挑战了 好恐怖啊 超恐怖啊 那么来 秦苑 假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信这个猪猪双周 这个猪猪双周是假的 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 然后就是真的很恐怖咯 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在电梯一直按上按下 一直开门关门 然后自己一个人到来会觉得很怕啦 然后自己的自己的个人反应就是怎么讲啊 这自己的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害怕 所以所以这是 所以这个猪猪双周还是假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 OK就讲吧 好了影片就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跟按赞 记得打开小铃铛 大家在我发影片的第一时间里 你们就可以收藏值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记得关注我里 Style Ground